中國花了大錢大量的物資丟的一帶一路 對 真的提籃子打水了 斯里蘭卡可能準備也要跳票 斯里蘭卡目前欠在500多億 500多億裡面來說欠最多就是欠給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其實是讓斯里蘭卡真的 可能萬劫不復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中國不是有海洋珍珠鏈嗎 最大的那顆珍珠 在斯里蘭卡的那個漢班托塔 整個港頭呢 蓋好之後到現在為止空蕩蕩的 現在的斯里蘭卡根本完全還不出錢 從斯里蘭卡到菲律賓到非洲 你很多是真的 中國花了大錢大量的物資丟的一帶一路 真的提籃子打水了 而且我們剛才講到說 在中國內部是抱團停工對不對 現在外面一帶一路國家也是抱團停工 他就是不要繳錢 或者說我們重新再談 真的嗎 就是這樣 你錢都拿了 港口都蓋了 公路都蓋了 你不付錢 他現在就這樣子 為什麼這樣子 你看現在馬來這個新加坡 這個菲律賓最重要 菲律賓在過去這個杜特地時代 他有跟這個中國談了三個項目 一個是蘇比克跟克拉克的鐵路 另外一個南部的運輸的這個項目 還有綿南老臥的這個鐵路建設 這個地方三個 三個一共要花49億美金 那49億美金來說 原本是說 你要這個北京要趕快撥款下來 然後我們要趕快做 結果沒想到 因為現在這個小馬克思上台之後 他就覺得說 你過去給我們的這個合約非常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的貸款利率是3% 他就說你看人家日本才0.1% 你要降低這個狀況 所以他就說 我們現在要重新重啟這個談判 也就是說他完全 過去的合約他不要了 所以事實你在講 現在日本崛起 日本崛起要在東南亞 跟這個中國來去搶地盤 當然覺得你在怎麼搶地盤 從小馬克思就講 你都已經談好合約了 談好合約了 照一講你都談好了 你就不要介入了 日本不但介入 日本還跟他講說 你今天中午給你3%的利息 我只要你0.1%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現在 各國現在就要抱團 可能要改到別的陣營裡面 這個對中國壓力非常大 這談好的事情為什麼這樣 好那事實上對中國壓力更大 還有一個國家叫斯里蘭卡 人家斯里蘭卡非常有意思 因為現在他們總統已經跑路了 沒有人了 沒有人他們現在沒有現金 那問題是他們還要 他們欠最多國家了 就是中國 那中國今天也要還10億給中國 結果他們居然想出了一個辦法 就說啊這樣子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 那我們今年還你10億對不對 那他們的官方就想出個計畫 那你先借我10億 那借我10億我就把這10億還給你 然後你再借給我15億 那15億我要來買東西 所以等於是都拿中國的錢 然後我說我先借15億我還給你 然後再借15億是我要買東西 所以等於是他把這個坑挖得越來越大 中國反正你就要負責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 斯里蘭卡住中國的大使講得很妙 他說你會不會獅子大開口 那他說你拿我的10億來還你的10億 你要再跟我借15億就還別人的錢 我又不是冤大頭 結果斯里蘭卡住中國大使講 北京遲早要點頭 而北京現在真的點頭了 因為你不付這個錢 印度就會付 印度如果來付這筆錢的話 就會把中國在斯里蘭卡 你所有經營的成果全部踢走 為什麼你看 那個斯里蘭卡住中國大使 北京遲早會點頭 所以他等於吃定了你一定會點頭 你一定會答應嘛 不然你現在籌資要打水票嗎 為什麼會打水票 因為現在印度來了 印度說你現在沒有錢 對好我提供你30億美元的這個貸款 10億美元的這個信用額度 然後我還給你什麼尿素 還給你一些化費 那是是這樣 然後你看印度的這個阿達尼機場 就馬上就說 那我準備要人買你一個港口 所以他等於是現在逢低去抄 這個斯里蘭卡的底 那你中國是高價買 他當然會覺得說 那我就逢低再把它攤平嘛 所以他斯里蘭卡就料定 中國你一定會這樣做 一定會點頭 中國外交部的望遠斌說 我們願意就斯國提出了40億元 經驗開始進行談判 所以中國真的點頭了 他只能夠這樣做 不然的話斯里蘭卡的投資 完全打水漂 所以他現在尷尬的局面就是 你覺得斯里蘭卡是第一個國家 不會 不會 接下來 那我們上個禮拜曾經講 RMF說了有十幾個國家 準備要進入新興市場的這個倒債場 那些大部分都是跟中國借錢 然後我們就講 事實上非洲最嚴重 非洲你看就是整個非洲大地 非洲大地裡面來說 他現在飆出來的紅色是什麼 越紅色的就代表 代表他欠中國的錢越多 比重越多 你看整個非洲完全都是紅色 那不是紅色不說你看 除了埃及以外都是 幾乎都是 那有蓋中國港口的國家 有這麼多個 那有出這個所謂基礎電力的國家 你看坦尚尼亞 塞西爾這幾個國家 甚至南非這些都有 哪有建這個海軍基地的地方 就在吉布地 還有在這些地方 可能未來要建 他投資這麼多 投資這麼多的時候 你知道現在欠最多的國家 在非洲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 塞比亞有173億 然後安哥拉有220億 這些有可能到最後了 中國要吃下大部分的負債 你覺得對中國來說 是不是又雪上加霜了一筆 不是 而且你如果從 斯里蘭卡的歷史來講的話 我不還錢 你先把錢借給我 我再還你的錢 我讓我再跟你借更多的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怎麼受得了 所以他等於是這個錢坑 還會越挖越大 那不只是非洲這樣 他在加勒比海這個地方也是 從2005年以來的話 你看他投資了那麼多地方 包括加勒比海的國家 古巴 或者說巴哈馬群島 亞馬加這些地方 他投資的話 投資了70億美金 70億美金 那你現在也是這樣 他們還不出錢 你要怎麼做 繼續再投 所以這個對中國來說 非常難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G7不是成立一個B3W 他要跟中國抗衡嗎 一帶一路 問題是他現在 你中國都是高價套 我現在低價去接 對中國來講的話 真的是非常難堪 他必須要逢地去接的時候 要花更多的錢 不只是一帶一路在中國 在烏克蘭慘敗 事實上現在斯里蘭卡 可能準備也要跳票 因為斯里蘭卡他們之前 不是幫他們蓋一個 漢班拖沓港嗎 現在斯里蘭卡 根本完全還不出錢 因為斯里蘭卡 目前的外衛水準 只有23.1億 然後他一共要還69億 到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 那中國的這個錢 大概是還不出來 所以現在目前斯里蘭卡 他們在考試的時候 他們考試卷 已經沒有紙可以考試了 沒有紙可以考試 斯里蘭卡窮到沒有紙 沒有紙可以考試 那為什麼債務是因為欠中國錢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第一個 他們過去很多茶葉 是賣到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沒有跟你買茶葉 再來很多觀光客根本進不來 所以他們現在整個經濟完全停頓 甚至沒有油 人家沒有油能源光飄之後 你看斯里蘭卡 目前要加油的時候 你要整個塞車 然後人民要搶油 才能夠有加油的這個地方 甚至加油站已經沒有油了 他們相關的工作人員 已經在那邊玩板球 已經很無聊 在那邊玩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然後甚至因為沒有油之後 他們在那邊推車 然後甚至現在最荒唐 牛車都出來了 牛車在那邊弄東西 所以現在整個斯里蘭卡 已經處於一個崩潰的邊緣 你說他這樣的錢 他怎麼有可能會 還中國一帶一路相關的這個錢 不可能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也是一樣 剛果 剛果過去 而且美國進來了 對 美國現在 美國企業現在進去了 美國相關的官員 他去訪問了這個美國 民主剛果的這個總統 這個齊塞克迪 他們跟他說什麼 他們跟他說 過去你這個洛陽木業很多 去拿了這個沽礦 那沽礦你跟前政府簽了說 你要蓋什麼醫院啊 蓋什麼道路 根本沒有啊 他們就美國開始在那邊塞狼 就塞狼之後你看 他們總統最近說了一句話 我受過了外國人 兩手空空來到這裡 然後變成億萬富翁離開 而我們卻仍然處在貧困之中 他擺明了講的就是中國 所以事實上現在 他們已經開始要檢討說 這些人你這個孤兒 到底為什麼當初的礦業 會落到中國什麼洛陽木業的手上 我們絕對要好好的檢討 甚至這些合約可能都會作廢 所以來跟你講啊 習近平不只是遇到什麼疫情戰爭 還有這個包括說一些相關的狀況 一帶一路的失敗 可能也是會變成是他一個非常沉重的壓力 我沒有想到做總統的做總理的 做到自己落袍了 落袍了以後就佔領了總統府 可是現在對於中國最頭痛的是 斯里蘭卡是海洋珍珠鏈裡面 那個最重要的那個 我的漢班托塔港本來就是我的 我的軍港我的商港重要的補擊港 結果現在沒了 現在沒了就算了 他現在就擔心他的一帶一路 就像骨牌效益一樣 一個一個倒下來 那你正在一個一個倒下來 你的錢收不來的時候 現在美國加日本 我要去用我同樣的手把 要把你的一帶一路全部盤回來 沒錯 事實上這個斯里蘭卡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斯里蘭卡所有民眾 因為受不了整個通膨 然後沒有油的這個狀況 他們在總統府抗議 抗議之後做公進這個總統府 你看現在整個總統府裡面都是人 你看總統府裡面的游泳池 他們完全都在裡面 那當然了總統跟總理早就已經辭職 甚至他們總統已經浪槓了 浪槓什麼時候 他們總統的拉帕 這個拉甲帕克薩 拉甲帕克薩他已經飛到 他現在人已經來到了這個馬爾地夫 因為他可能還會轉機到其他地方 那為什麼他原本 他說原本他要更早離開 但是因為他在這個裡面來做的話 他們相關人員說 你不能夠這個去VIP市 你要到走一般人員的這個通道 因為他說 他怕跟一般人相處的時候 會被人家揍 所以他就等到這個 可以坐VIP的這個飛機之後 他才會飛走 如果降落在這個 目前的這個馬爾地夫這個地方 好那為什麼說呢 這可能是推倒中國一帶一路的 第一當骨牌呢 保潔你知道 斯里蘭卡目前欠在500多億 500多億裡面來說 欠最多就是欠給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其實是讓斯里蘭卡真的 可能萬劫不復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他們主要兩個東西 兩個建設真的拖垮了斯里蘭卡 一個就是漢班拖沓港 他還共投資了10億 另外一個是可倫坡港 這兩個港口投資了30億 在30億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的收入 沒有任何收入之後 現在導致斯里蘭卡垮台 斯里蘭卡垮台之後 現在美國跟印度準備要伸手去救他 就說我們給你錢進來啊 那你知道他們如果進來之後呢 換上新的總統 他搞不好會把過去一帶一路 全部推翻 那推翻了之後呢 這就是一個目前為止來說 美日印度他們介入整個過去 一帶一路的最好的時機了 所以我說來說 斯里蘭卡是第一張固牌 所以如果斯里蘭卡沒有辦法處理 如果斯里蘭卡真的我欠的債 完全打不回來 那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投資 就是剛才講他的一路 剛才講碰到俄物戰爭 他很多都卡住了 沒錯 我現在這一帶 現在又碰到這件事情 然後美國跟日本又進來 那我所有的努力 不是提籃子打水嗎 對啊 我們就講 今年的時候剛好這個 這個拜登他的G7 不是宣布的這個B3W嗎 他要有個歐美版的一帶一路 現在剛好是最好的時機 那這也是呼應了 安倍晉三的戰略 你剛才講到一路 一路來說的話就是這個 一帶就是這個 這個來說的話你看 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俄物戰爭的影響 導致目前在重要的投資 在歐洲的投資 幾乎都完全打水漂 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海上思路 海上思路來說的話 你看斯里蘭卡 就是第一個苦牌 斯里蘭卡破產之後 整個後來的牽動 甚至連非洲 還有其他美洲 都會受到影響 非洲也受影響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現在真的完全都是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講一個狀況 昨天安倍晉三公布的 就是可能爆發債務違約 就是跟斯里蘭卡 一模一樣的可能的四個國家 我看了之後 根本我就覺得中國完蛋了 為什麼 第一個薩爾瓦多 加納 圖尼西亞 巴基斯坦 埃及 坑亞 阿根廷 烏克蘭 巴林 還有納米比亞 我跟你講這裡面 除了這個圖尼西亞 還有除了這個烏克蘭 不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其他都是一帶一路 我跟你講 巴基斯坦不就是嗎 他的巴鐵 巴鐵他投資了多少 他投資了好幾百億美金 現在巴基斯坦也搖搖欲墜 他這樣垮了之後 那中國回收去哪裡 另外一個坑亞 我們不要忘記 坑亞有一條高鐵 上面還是用抄的 中國口音的訓練人員 這個投資都是這麼多 那你看阿根廷想要加入 所謂的金磚五國 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 一帶一路的國家 他們就是這麼慘 所以這麼慘的時候 巴基斯里蘭卡是一張骨牌 一倒的時候會不會連鎖反應 但連鎖反應的時候 所以你知道 根據這個上海復旦大學就說 今年六十八個國家 窮國就要欠一帶一路 要還一百四十億 等於是四千一百七十的台幣 抱歉一百四十億 斯里蘭卡連幾千萬他都付不出來 你覺得這些國家他付得出一百四十億 當然付不出來 所以現在有很多國家 甚至沒有在這上面的桑比亞 桑比亞目前他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國家 現在也準備要出問題了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過去 中國可能靠著一帶一路 製作了非常多國家 然後給他一些所謂的白象工程 一直不斷的做 但是現在這些人 會反射到自己的身上 除了這些國家出現動盪 都有可能會政權垮台之後 第一個這個債務收不回來 最倒楣的恐怕就是 中國大陸自己本身 所以中國花了這麼多錢 花了這麼多的人力 這麼多的器具 對 最後這些錢收得回來嗎 當然收不回來 為什麼你看譬如說安哥拉 安哥拉他撒了四百二十六億 那包括說像在桑比亞 撒了六十億這麼多錢 你要從哪裡拿回來 對 根本不可能 所以人家就說 這有可能是二十大習近平 會收到一個最大的呆葬禮物 因為經濟而垮台 現在有個最可怕的國家 斯里蘭卡 而且發生一段時間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他已經是真的最後時刻了 他的汽油只剩下一天的用量了 他的老百姓根本沒飯吃了 而且是他們總理自己跳出來講說 我們現在整個汽油 真的只剩下最後一天了 然後是面臨到1948年獨立以來 整個國家最大的一個經濟動盪 結果大家心想說 那你不是有中國你的好朋友嗎 中國過去這幾十年來 不是都跟你感覺上巴地巴地的 結果沒有想到 中國見不理他 他們竟然是以毒不回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全部全部都在排汽油 全部都為了要加油 因為其實斯里蘭卡 有很多的都督車司機 他們完全就是靠這輛車 來幫他們賺錢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疫情的關係 其實觀光客少很少 少很少 但是我要賺錢 我還是要有嘟嘟車 要有油 我才能去跑生意 你看 還這麼吵 完全沒有鏡頭 而且他們甚至說 現在整個斯里蘭卡沒有油 變成到什麼樣的地步 你甚至一天要停電 十個小時以上 所以對他們來講說 現在的日子真的是非常難過 那除此之外 現在因為整個這樣的危機 導致他們怎麼樣 你看整個動盪成到這個地步 他們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一個總理下台 而且非常誇張的是 這個總統 他竟然聘估他兩個哥哥 一個當總理 一個當財政部長 一個弟弟當資源部長 還有他的兒子 一家 反正全部都在政府裡面 都吃政府的 所以他們現在發現說 原來我們國家會搞成這樣 都是因為總統的整個家族 跟中國關係 從中帶了很多錢 根本是中保私囊 導致國家外匯存體 一塊都沒有 那現在就是印度伸出援手 印度借給他們30億美元 讓他們可以買一些油 讓他們的人民的生活 可以稍微恢復一點正常 而且印度還跟他說 我在送你們6.5萬公噸的尿素 讓你們大概有200多的農夫 可以自己種田 才有辦法解決自己 短時間的一個糧食危機 現在中國大陸也要走錯 一帶一路 現在這一帶一路上面 中國最想做的是一個珍珠鏈 沒有想到珍珠鏈上面 最珍貴的珍珠 真的被中國拿到手了 在12月9號的時候 中國拿下了斯里蘭卡 這個漢班多特卡 結果他拿下之後 他的珍珠鏈已經完成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當他拿下這個港口之後 美國透過新加坡 掌握馬尼加海峽的航運優勢 還有迪克加西亞 在印度洋中間的軍事優勢 通通受到了最嚴格的挑戰了 中國這十年來 一直在做很多珍珠鏈對不對 什麼腳飄港 吉大港 瓜達爾港 你看這些都是為了確保 它的生命線 郵路的通行 就用郵園的港口 郵園的港口 可是這些港口其實它都 都在比較裡面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是國際航路裡面 最重要一個通路 很多人就算你中國拿到這些港口 我的船艦都可以離開 我可以避開你中國控制的這些港口 你說我沒有控制海陸的這種效果 對 可是這個地方就不一樣了 因為所有的海洋運 其實它也不能離海太遠 就順著海洋在走 所以你知道 從霍布斯海峽這邊出來的 所有的霍運 或是經過蘇伊士運河 所以過來的這些船運 保潔你看它走過來的時候 再怎麼樣 它一定要經過這個位置 海曼陀特港 海曼陀特港 所以中國掌握在這邊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位置 就跟麻牛甲海峽一樣 掌握的樞紐位置是一模一樣的 中國已經把它拿下來99年的一個營運權 你說它是控制印度洋的咽喉位置 對 它這樣子之後 所以中國就可以控制它 可是中國拿到這個 其實是一個 當別人都沒注意的時候 趁人之為直接拿下來的 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港口 它原來不是一個山港 它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漁港 沒有人什麼注意它 沒人注意它的價值 沒人注意它 可是2005年的時候 不是南海大海嘯嗎 南海大海嘯一衝過去 保潔那邊 整個地方全部被摧毀 死亡7000個人 港口 小漁港 什麼的道路屋子 全部爛名一大堆 這時候 斯里蘭卡總統就很緊張了 我要去摘後重建 我要怎麼辦 他先找的就是最旁邊的 印度 你們幫幫我 印度說我給你一點糧食 我給你一點醫藥 一下子你要跟我要10億美金 我出不起這個錢 可是這個時候 斯里蘭卡總統 正在困難的時候 中國自己跑來了 我借你10億美元 而且借你10億美元 幫助你去復原之外 還想說放心 由這個復建重建工程 我中國人來幫你建 我來蓋港口 就直接過來幫港口 然後想說這個位置 我就跟他開始通通講 你過去做漁港太浪費了 我立刻派了13個高階工程師 直接過來之後 就直接進駐下來了 然後先開始 先把漁村給復建起來 然後到路水電公司 中國不斷的源源不絕派人來 蓋完之後就想說 我們繼續擴大 我們繼續擴大 5年之內又蓋了3個商業碼頭 就直接弄起來了 弄起來之後中國就說 我們既然成為港口 我們就共同來營運它 斯里蘭卡說我沒錢 放心 11.2億 我美元 我來出 然後12月9號的時候 中國真的現金立刻給了 他就把它給拿下來了 所以這個咽喉 所以這個港口 已經被中國建構起來了嗎 已經建完了 就是這10年的時間 13個高階工程師 沒有一步 移開斯里蘭卡 一出來之後 然後中國呢 你需要水電工人 中國就給你運過來 你需要道路工人 中國就給你運過來 然後港口的碼頭工人 都是中國全部給蓋起來了 所以它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小漁港了 已經變成是一個 你看現在變成是一個 新式的一個商業碼頭 可是不好意思 這只是商業碼頭呢 美國就覺得說 新加坡這邊的地位 受到威脅的人 沒有想到 還有更恐怖的事情 是在2014年9月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就在這港口裡面呢 美國衛星看到 有兩個東西從海裡面 直接就浮了起來了 你坐在斯里蘭卡 對 在斯里蘭卡 就在這個港口 漢班多特港裡面 一個是中國的長星島號潛水艇 另外一個是中國的長征二號潛水艇 直接就浮起來了 所以這邊可以停潛水艇 可以停潛水艇 那美國說怎麼回事 斯里蘭卡說 他們來這邊運捕的 而且事實上呢 過去他們很多軍艦 常常因為要去馬尼加海峽 去亞丁灣那邊打海盜 都在這裡做運捕 所以才知道說 原來這裡 已經不只是 變成中國的軍港了 是一個軍港 而且中國的軍港常在這邊 而且中國在這30公里外呢 又蓋了一個國際機場 所以在這個位置呢 連迪哥卡西亞 都受到威脅 現在中國的外長秦剛 從6月25號之後 居然沒有在公開場合出現 連他兩個外交部的發言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以為這樣 人家直接問毛林說 外長到底怎麼了 你自己去看報告 連他的話都不敢 從他嘴巴出來 可是沒有想到 中國的外交 現在在整個一帶一路 整個南海的一帶一路裡面 可能出現一個重大的問題 因為他為了要掌握 整個從阿拉伯海 印度洋到南海 他搞了一個珍珠鏈 而珍珠鏈裡面 有一個非常關鍵 就是斯里蘭卡的 漢班托塔港 漢班托塔港 就代表斯里蘭卡 跟中國的關係 可是沒有想到 這一年來 斯里蘭卡的經濟非常糟 斯里蘭卡的經濟非常糟 知道是誰救他的 印度救他的 給他40億美金 給他40億美金以後 斯里蘭卡的總統 這兩天去印度訪問 他說水乳交融 他完全化解了 印度對中國 在這個地方的疑慮 為什麼 對因為過去斯里蘭卡 反而是掐在印度上面的 咽喉掐在它咽喉上面的一個重點 為什麼 來跟各位講 當然中國大陸講得很好聽說 我們這個是海上思路 絕對沒有這個珍珠鏈 沒有什麼軍事上的企圖 但都是騙人的嘛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們剛才講到了 從瓜達爾港 巴基斯坦的 到斯里蘭卡的 潘班托塔港 以及最後越南的 角漂港 它會產生一個效果 而這些港口 中國大陸透過什麼 透過所謂的經濟上的實力 比如說我用租借99年的方式 產生一個叫做實質控制的效果 即便中國大陸不派軍事設施 也沒有軍艦前去駐紮 但它對於整個印度 各位看這個形狀就知道 是產生一個叫做國防軍力也好 甚至是整個國力延伸的 一個嚴重的投射的干擾 如果我今天找 為了喊曼達爾港 印度最重要的就是印度洋 也就是說我只要控制這個地方 我同時控制了阿拉伯海跟印度洋 我等於是 控制你印度的出入咽喉 對沒有錯 它等於把印度整個包圍了嘛 最怕的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印度特別做了什麼 斯里蘭卡為什麼會 在這個時間點前去印度 來跟各位報告 過去斯里蘭卡它深陷所謂的債務危機 所以這一年以來它都是交頭浪額 而且過去一年很慘嗎 千萬再高達460億美金 這真的有夠慘 但印度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說這是 過去一年的斯里蘭卡 沒水沒電沒食物 人民都走上街頭了 對 所以它是內政都產生嚴重的引用 因為人民都即將要暴動了吧 包括食品也好 燃料也好 藥物也好 藥物最要命了 但這些東西通通都缺乏 所以人民天天抗議 所以印度這個老大哥 過去的老大哥 終於出手了 提供了40億美元的援助 讓斯里蘭卡在這個時間點 終於能夠喘一口氣 你說斯里蘭卡可以過這一關是印度給它錢 但是以前斯里蘭卡的錢 不是都中國給的嗎 對 因為以前它都是高度仰愛中國 但顯然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 在這個時候也幫不上斯里蘭卡 好 斯里蘭卡就講了 先前在這個我們講到 漢班托塔港中國的科研船來了 這印度非常擔心 因為這是首度接近類軍事的一個行動 他當然判心說你是不是要來對我 進行相關的情報搜索 而且有一就有二 今天來的是科研船 明天來的會不會是軍艦 所以印度發表了他的反應 但斯里蘭卡馬上給予善意的回憶 提出了一個叫做 全新的標準科研船檢驗規則 什麼意思 他把所有白紙黑字 相關的流程透明清清楚楚 就是要跟印度老大哥講 大哥 你安心 我絕對不會賣你 絕對不會從事任何軍事用途 甚至斯里蘭卡 接下來還特別曬山強調說 未來也不會有軍事 也不會讓中國大陸在這邊 於取於求 你說斯里蘭卡 就完全倒向印度了 對 所以他等於是像印度表忠誠 沒有軍事也沒有科研 代表著他的珍珠鏈計畫 在斯里蘭卡這個點上 完全的破功 因為只要串聯不起來 你就算瓜達爾港有用 你就算腳嫖港有用 但怎麼樣 他沒有辦法達成他實際上 一個完全封鎖的一個效果 所以等於是斯里蘭卡 在這個地方破了中國大陸的局 因為我們在前一段時間 斯里蘭卡一直友誼 在中國跟印度之間 印度對斯里蘭卡 一直非常的不放心 可是在去年一年 出現了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嗎 斯里蘭卡內的內亂 它的經濟危機 讓印度可以持緣 讓印度可以持緣以後 中國反而無力介入 現在你就算有了 漢班托塔港99年的租約 但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你不可以有任何軍事用途 就代表我已經把你斷一臂了嗎 對 這主要是因為印度 早就發現到中國 滲透到斯里蘭卡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斯里蘭卡前總統 也就是說親中那個前總統 還有他的弟弟 就是輪流當總統跟總理的那個弟弟 你說斯里蘭卡之前的總統 都是親中的 對 一年多前的那個 他們跟中國借了很多很多債 後來這個斯里蘭卡破產 破產之後呢 你說斯里蘭卡破產 跟中國有關 破產之後呢 就跟王毅要錢 那王毅又說 你乾脆跟我在多借錢 我可以幫你那個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也把那個港口 漢班托塔港 變成是中國租了99年 99年租約 這時候呢 因為剛好又發生這個疫情 然後又發生這個 整個斯里蘭卡裡面的破產 所以無力的解決這事情 兩個兄弟逃亡了 不見了 那投不見了之後當然 那斯里蘭卡兩個總統 前面前後總統跑了 跑了 跑了之後呢 才換到這個總統 那這個總統當然要拯救 斯里蘭卡嘛 所以整個政策 全部改採清印度 所以印度在幫他整個重建 不要讓中國的勢力 在斯里蘭卡裡面滲透 因為的確沒有錯 這邊來講 控制了孟加拉灣 左邊控制了阿拉伯海 往下控制了印度洋 所以對整個這個戰略來講的話 印度怎麼可能讓中國的勢力 在他的南方出現呢 然後再往下走還有什麼 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 對 往下走就是英國租給美國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遠洋基地了 也就是說這整體來講的話 中間除了印度之外 還有美國的影響性在這裡面 所以當斯里蘭卡能夠 這個回到印度的懷抱的時候 當然我們知道說 以前常常講說 泰米亞之湖啊或什麼之類的 那是過往了 那是冷戰時候了 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印度加入了四方同盟之後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不可能讓中國的勢力 在這裡出現 我們看到中國當時 要發展他的遠洋實力 他成長讓他的潛艇 直接經過了南海 經過了印度洋 一直到了嗎 一直到了瓜達爾港 他等於說我要去掌握 這個地方的水域 我不但要掌握這方的水域 我也要學美軍 我要開始建構 我在這裡的港口 所以我們講 那就是它的珍珠鏈計畫 所以在這個巴基斯坦的 瓜達爾港 在這個斯里蘭卡的 漢盤頭達港 在緬甸的腳漂港 我就建立 我可以使用的港口 不但我有使用的港口 我這邊都有管線 腳漂港到中國 瓜達爾港也可以 直接到了烏魯木齐 我都有路上的管道 我就完全地覆蓋 對我這邊的影響力 可是沒有想到 過去一年的時間 居然出現了一個 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這個最重要 最關鍵的 漢盤波塔卡 斯里蘭卡 跟中國 漸行漸遠了 對 中國以前 這個所謂的珍珠鏈 或者是所謂的 珍珠項鏈的這樣的戰略 其實基本上就是應對 馬六甲困境而來 因為美國如果美軍 比如說佩合的 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等之類的 在馬六甲整個封鎖中國的話 那對中國 源源不絕 要需要靠中 中東的石油來講的話 就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所以中國就想了一辦法 我倒不如跟沿線這幾個國家 巴基斯坦啊 緬甸啊 或者是斯里蘭卡這些啊 我講好 然後呢都有港口 我可以靠港之後呢 直接踩路運的方式 直接拉線 拉管線拉到中國 這時候就可以跳脫 所謂的馬六甲困境 但是沒想到 一帶一路的失敗 再加上一個一個被美國斷掉 你看包含斯里蘭卡 這背後也有美國因素 然後有印度的因素 然後加上 現在美國也在拉攏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內部也現在發生很多的 恐怖分子的 這個所謂的爆炸案 都跟炸中國人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來講 就慢慢的慢慢的 美國也在破解他的一個珍珠 珍珠項鍊的這樣一個戰略 而且現在美軍的力量 也非常清楚的進來 因為剛剛講 之前 中國想在哪 在這邊有個摩里希斯 非常小的 以前是台灣的邦交國 我要在這個嗎 我要侵入在這個地方 我要這邊變成一個 我的軍事港口的維修補習站 結果現在 在英國的努力下 因為摩里希斯以前是英國的 我把你給擋掉了 擋掉以後 我又強化什麼 我在這名的Diago Casilla 我在這裡面 等於說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 印度洋也變成了 中美爭霸一個重要場域了 是 因為中國要發展 所謂的遠洋戰略 它除了所謂太平洋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印度洋 所以印度洋來講 美國要守好 這時候只能拉印度進來 美國就拉印度進來 那本來這個地方就是屬於印度的後院 但是問題是印度的能量不比中國還要強 所以中國進來之後 現在發現到 因為中國先做一個動作 先在東非那邊有個吉布地的港口 有沒有 然後再到這個斯里蘭卡這邊 又有漢班托巴港 所以整個本來的解放軍的影響力 它想要透過打擊海盜的這個名義呢 整個進入到東非這個地方來 但是對印度絕對造成影響 也對美國造成影響 所以現在美國就趁著這個機會 在中國經濟逐漸下滑的情況之下 然後也無力再支援它解放軍 而且中國可能會把力量先集中回到 東海南海這個地方 那在印度洋跟太平洋這邊 當然他們有野心 但是逐步的在美國發現他們野心之後 已經被推回去了 比如說太平洋索羅門群島 比如說在這個印度洋上面的這個斯里蘭卡 就是典型的例子 讓美國把中國的影響力逐漸先推回到 整個東亞大陸地帶 所以中美已經開始進行海洋爭霸了 對 海洋爭霸本來就不斷的在進行 特別是中國在十八大以後 就一直說它變成海權國家 海洋海上強國 但是這個願望一直在習近平的這個任內來講的話 反而是退縮的 反而是沒辦法達成的 主要的原因還是出現在中國經濟發生的問題 好 董事長剛剛講 現在中國的外交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你跟斯里蘭卡的關係現在雖然講一講 斯里蘭卡也不敢得罪中國 畢竟你跟他的經濟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斯里蘭卡為了要討好印度 已經講這裡不可以有任何的軍事措施 可是最重要的時刻 秦剛還是不見了 應該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在這個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 到今天來做個盤點的話 到底是一個成功還是失敗的一個戰略嗎 所以整個總體來看的話是失敗了 失敗了 對 它裡面有兩個主要目的 一個是所謂的它的經濟跟財務的力量進入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東西就是說 它的所謂安全因素 它開始有它的軍力的延伸 對 那軍力的延伸 它做遠洋投射能力 對 它有遠洋的投射力量 但是這兩項目標目前因為整個突然間 產生了這個新冠肺炎之後 全世界產生一個巨大的一個經濟的 經濟的這個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震撼然後垮掉了嘛 整個經濟失敗了 所以中國現在自己沒有錢了 所以沒有錢之後 中國真的沒錢了 它沒有錢 所以這個就是回到一帶一路的失敗 是一個核心問題 所以你現在一帶一路 你放出很多錢 你就不一定收回來了 沒有 說不回來已經是事實 那說不回來的事實 原來中國有錢 現在本身也有財務也有經濟的問題 本身它國內經濟一塌糊塗 然後外銷一塌糊塗 它國外的投資現在開始萎縮 外商都離開中國 這是完全 這是剛好天災人禍同時發生 那這時候發生這個 那秦剛這個事情 也是個莫名其妙的事件發生 為什麼這次會發生 這個我覺得事出必有因 因為我認為就是火箭軍 從去年十月份開始 被美國的航 美國的空軍學校 美國的空軍學校 把它爆料了它所有的火箭軍 的資料那天開始 就已經註定了火箭軍 必定要發生事情 那必定發生事情 到底現在破案了沒有 我認為根本還沒有 因為火箭軍的整個資料 全部抖出去的情況 是非常嚴重 它等於說把它 每一個飛彈連部以上的資料 全部曝光 就每一個發射點 攻擊點的資料 全部曝光 這還得了的事情 然後搞到現在自己 內部人心不穩 而且很明顯的 這個曝光的後面的力量 不是一個單純的說 美國力量 而是你本身 中國裡面的敵對勢力 所造成的有政治 有政變的因素 在這個裡面 反習的力量 當然是反嘛 就是整個反習的力量 再開始在醞釀 再開始發動 所以我覺得 秦剛這個事情 是其來有志 剛好他這個事情 他本身就剛好卡到 跟這些人發生關係 所以至於這個 逃色糾紛的問題 本來就是 原來就存在了一個事實 那這個女性本身 跟這些軍方的這些人 勾勾搭搭 也是長期的關係 就是你昨天講過 用派系來分別的話 他們就是以前的 江系人馬 那秦剛是習系的 是習的 直接挑出來人馬 那他能夠搭到這個 搭到這個 新的派系上面去的話 當然大家是 這個是相得益彰的一件事 而且跳船成功 對不對 結果馬上就被破案了 這個問題在這裡 在斯里蘭卡 現在有一個港口 也被中國拿去當軍港了 跟一帶一路有關 沒錯 事實上我們剛才講 中國除了在俄羅斯 不斷的這個掠奪之外 他現在也到 讓另外一個國家也非常的不爽 那就是斯里蘭卡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斯里蘭卡 他們現在有一個港口 叫做 漢班托塔港 那漢班托塔港 目前呢 現在已經變成是中國所有 那除了這個 漢班托塔港之外 斯里蘭卡另外一個大型港 就是可倫坡港 這其實是斯里蘭卡的第一大港 那因為之前 斯里蘭卡跟中國大陸 簽了太多的錢 他還不了 那還不了的話怎麼辦呢 他就說那這樣好了 那我們這個可倫坡港 我們也交給中國大陸去開發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大陸 你看 他們就派出大型的這個船 開始進行一個造陸的這個計畫 你看 他從海底或是從什麼地方 把泥土挖進來之後 不斷的這樣填海造陸 把這個港把它做得非常的大 或是非常的深 那這就是中國大陸的工程隊進去 那中國大陸其實是有計畫性的 其實漢班托塔港在這個位置 那可倫坡港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們都在斯里蘭卡 這非常小的這個國家 中國大陸很基於漢班托塔港 因為第一個 他幾乎是所有的這個 中國珍珠鏈上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港口 而且這個港口呢 可以扼住整個這個 這個算是印度洋 所以中國大陸就說好 我們願意投資 那他一開始也蠻好奇的 就是說你真的覺得可以嗎 然後中國大陸就給他一個美好的數字 他就說 我們中國大陸 光是每一年從這個印度洋通過 就是6萬燒 6萬燒的話 我們如果都進來這個地方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停一下的話 你這個港口一定 我跟你講保證馬上就擠爆 那當然前總統聽了這個消息 當然是很好 他就說好 那我願意投資 可是我們斯里蘭卡沒有錢 那怎麼辦 中國大陸就說沒問題 我借你 你要錢我給你錢 你沒有工人我給你工人 你要機械我給你機械 所以就開始蓋了 那蓋的時候 他一共跟中國大陸借了大概 前前後大概借了二三十億 那借了二三十億 果然在幾年透了這個狀況之下 整個港口就做好了 因為他還得了嗎 整個港口做好 如果有回報那沒有問題 結果沒想到沒有回報 也就是說他第一年開始營運的時候 中國大陸給他編織 一年5萬到6萬的這個美夢 結果他第一年之後 有多少台去停嗎 多少台 三十四台 才三十四台 那三十四台的話 當然完全覆覆 他們就說了 他們一年的收入只有幾十萬美金 但他們那個港口 一年要還給中國大陸五千萬美金 那怎麼辦 長久已經掛 所以沒辦法 他後來就跟中國大陸 簽個月說 那我就給你 其實中國大陸不只幫他蓋了一個 這個漢班托達港 他還幫他蓋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印度人 或是斯里蘭卡人 很喜歡玩板球 這個板球其實跟我們台灣在玩的棒球 是有點像的 那你知道 漢班托港這附近 根本沒什麼人 結果他只有幫他蓋一個 這個所謂的板球球場 這個球場容納的人數 有到達三萬到四萬人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結果你知道 當地的漢班托港的人 都還沒這麼多人 那甚至還不只這個 他還幫他附近蓋一個 這個 包括蓋一個這個空港 這個空港 他號稱說 未來每一年會有100萬人 在這個空港 因為港口做好了 那一定會很多人來這個地方 所以來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空港一定會 一定會 供不應求的這個狀況 結果你知道 現在就是人家去實派這個空港 空港開始啟用之後 沒有一艘航 奇怪了 人沒那麼多我蓋這麼大的港口 蓋這麼大的體育場 這麼大的空港 幹什麼呢 結果他導致 因為港口 或是說這個飛機場 就在這個地方 就動不了 無法變現 所以變得 逼得後來呢 他就只好把這些港口 或是把這個所謂的國際機場 都還給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 顯然就是用這種 讓你慢慢慢慢的 中我的毒之後 我就把你一口奪回來 所以這種一帶一路 後面包藏了很多狀況 現在歐美很多國家 都開始在留意到 一帶一路 把很多國家給搞窮了 可是現在沒有想到 這個東西也慢慢的 反噬到了中國手上 剛剛講 第一個現在破產的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建中國的錢 你就不用想了 第二個 第二個大家關注是孟加拉 孟加拉如果破產了 中國建孟加拉的錢 也就沒了 另外的就是蒙古 而且大家算一算 現在透過一帶一路 中國丟出的錢很多 現在大家關注 中國丟出這麼多錢 如果你都不能回收 那中國怎麼辦呢 而且呢 現在整個金額有多多呢 從2000年到現在 目前為止 他們推估 至少中國 光是一帶一路 所用透過錢 來支助其他窮國 高達8380億美元 然後目前為止 確定 應該人家已經 還不出錢來了 高達16% 也就是1180億 1180億等於是3.5兆 那現在的情況 就是說 這些錢還不出來 那怎麼辦呢 3.5兆就沒了 對 而且你看 左邊的那個格子 有沒有 他們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按照風險 就是說低風險 高風險不斷 最高風險是7 結果沒有想到 他所借出去的錢 148國家裡面 最高風險 最多 但你就想到說 那是不是這些國家 如果真的都不繳錢出來的話 不償還這債務的話 中國不是要自食惡果嗎 對 但沒有想到現在誰最害怕 國際貨幣基金 就INF跟美國的財政部長 葉倫最害怕 為什麼 因為像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 他已經擺明了 他就完全喊不出錢來 但是你這個INF 跟你的美國 不可能眼睜睜 看著斯里蘭卡人 就這樣完全沒有錢 然後完全吃不下 所以現在INF跟美國 他們都認為說 好斯里蘭卡 我們要協助你 我們要給你錢 我們要幫你忙 可是他們又擔心 我會不會現在錢給你 你馬上把錢拿去還給中國 所以這就是目前為止 包括INF跟美國 他們就認為說 非常不爽啊 覺得中國 你要出來講清楚啊 到底你接著這些人出去 到底有多少錢是你 對方不願意還你 你自己又要打掉多少單仗 你不可以說到最後 我們這個國際組織 出來經援這些國家 拿國際的錢來 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的錢 最後流到中國 現在就是這些國際組織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那中國呢 他因為不想要讓人家知道說 他的隱形的債務有多少 粗估大概有3850億美元 所以他們現在是有一點 就是把蓋牌 不讓他們大家說 到底有多少國家 已經確定還不出錢來了 那現在大家都在看說 這個事情到最後要怎麼解決 看起來目前為止 大概也只能靠這些 國際貨幣組織 然後不斷的經援這些方式 但他們必須要切斷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些國家拿到錢之後 不可以再流向中國啊 不然我們其他這些國家 我們有潘納嗎 他們就說現在很可怕 根據一個智庫的資料顯示 光是2018年 確定還不出中國錢的這些國家 大概只有160億美金 結果沒想到到2020 2021年 竟然已經成長了三倍 來到520億美金 所以他們都說 其實裡面有非常多的隱形債務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浮出檯面 因為現在一個基本的 一個計算來講的話是 包括巴基斯坦 阿根廷 白俄羅斯 埃及蒙古 奈吉利亞 土耳其 烏克蘭跟斯里蘭卡 這些錢 中國是提籃 是打水 是打水漂了 第二個是說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斯里蘭卡的總統 拉賈 帕克薩 飛到新加坡去之後 請辭了 隔空請辭 結果現在本來在這個過程裡面 印度開始伸出援手 本來這個前總統 他一直要中國出面說 你再給我40億美金 讓我可以拖過今年 結果中國就不願意 印度就希望透過這種 晶圓他們的方式 把中國的勢力 慢慢慢慢趕出斯里蘭卡 所以印度提供了一些協助 什麼協助呢 給他們30億美元的貸款 10億美元的信用貸款 另外還有6.5萬公噸的尿素 為什麼要提供尿素 因為你要進行相關 你要做東西 你才有辦法賣東西 賣東西之後 你才有辦法有創造更多的收入 可是印度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他提供他這個協助之後 他跟他說 哎呀 那你要給我一個建港契約 我幫你蓋一個港口 然後7億美元 這個港口要弄在哪裡呢 也就是可倫坡的國際碼頭 換句話說 你中國在哪裡有碼頭 我印度同樣這個 同樣地方也要有碼頭 大家其實說實在話 都是要透過這種晶圓的方式 但是事實上是擴大在斯里蘭卡 或是其他這些窮國的政治實力 那現在大家還注意到一個 也就是日經亞洲特別提到 中國跟俄羅斯兩個居然就合作 他們剛剛講已經把蒙古給搞慘了 現在他們要合作去非洲 去非洲幹嘛 中國跟俄羅斯要幫 大量的在非洲 現在要在大量 蓋核電廠 對 為什麼 其實主要那個日經他們就說 主要為了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 非洲其實有非常多的天然資源 所以我們進去 是 去掠奪非洲的資源 對 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取得外交上的支持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 不是這一次聯合國在譴責 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嗎 結果半數的非洲國家都投票 反對票 所以換句話說 拿人手短啊 所以現在情況是 我經援你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我一樣 就是跟中國同一個路數 我呢就提供你250億美元 幹嘛呢 幫埃及去蓋一個核電廠 而且這個金額呢 是埃及1970年以後 最大的一個外資投資金額 那他們就說 蓋這個核電廠 預計要在2030年 正式啟動運轉 那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呢 他們非常厲害 他們估算出來 到了2050年 整個非洲的人口 會達到25億人口 但是絕大多數 每四個非洲人 大概就會有一個 會在2030年 面臨到無電可用的情況 所以後來現在就是 俄羅斯跟中國兩個 相互合作 幹什麼呢 就是以所謂的 幫你非洲這些國家 蓋核電廠 滿足你2030年 缺電危機的問題之外 實際上最重要目的 是要掠奪你非洲的 未來可用的一些 相關的資源 同樣也就是 讓你非洲這些 相對比較貧困的國家 陷入俄羅斯跟中國 所編織出來的一個 債務陷阱 好 所以董事長 下一段 中國現在的一帶一路 這條線 會變成整個連環爆 整個債務大爆發嗎 現在喔 其實慧珍剛剛講的一個 非常核心的問題 你一帶一路搞垮算 他一帶一路的國家 同時他不是只有 跟你中國借錢 他也跟IMF借錢 跟亞銀借錢 跟其他國家他有舉債 對 他因為你這個一帶一路 還不出來 其他也倒賬 他是連環倒 像他剛剛講 斯里蘭卡就是這個概念 對 本來他現在已經垮了對不對 他總共欠中國 我看起來好像 我記得好像是300多億美金 對 但他拿到那個港口 港口他現在有可能 漢班拖沓告 他有可能改成軍港 所以搞成斯里蘭卡 這個港口 變成一個關鍵之所在 然後這個國家現在完全完蛋了 他現在開始已經介入 IMF已經介入了 介入的時候 規定他說 你現在開始 所有的奢侈品進口 全部停止 你的錢 我要進來 全面由IMF派人管制 他要進口什麼 進口油跟氣 因為這國家沒有電 你知道吧 那現在負責在 他訪問了 我看到那個FT 訪問了一個警察 那個警察 車子沒有油 他每天騎單車 騎30公里去站港 去站港 站那個碼頭 警察都沒有油 然後警察本身 他現在領不到薪水 他家裡面種菜 拿菜出來賣錢 所以這是他裡面的情況 整個國家已經崩盤了 整個國家現在 就算怎麼救也救不起來 所以要重新再來過 那這個問題是說 結果中國並沒有要救他 中國不要救 你救不起來 你怎麼救 中國不救 中國找你的港口 所以剛剛規定提到 IMF在救 因為你還倒到我IMF的錢 因為我這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中間 會第一個 他已經倒掉了 倒掉的部分 就其他的美國 就講白了 IMF後面是美國 你中國倒了 美國進來接入 美國想接收 這是第一個態勢 或是跟日本跟印度 這些國家接收 這是一個情況 這是所謂的一帶 跟一路 一路就是從內陸 內陸你剛剛看到的 從非洲這些國家來講的話 那個更複雜 那個就是你講 蒙古是其中一個案例 它其中還有更可怕的案例 非洲國家基本上是軍閥掌握 他那個軍閥掌握的情況是這樣 那通通倒仗 因為他軍閥會打仗 打敗就跑掉了 前面這樣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搞出問題出來 包括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他當時所有承包這些工程人 全部是中國公司在承包 所以中國公司的合約也倒了 對 譬如說他這個連環島 所以你們大家看一帶一路出事情 不是這樣子 是一帶一路出事情 所輻射的範圍是他整個的好幾倍 你看到只是一個規模而已 更可怕的就是 這個國家的經濟的方案 整個崩盤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 要開始進入什麼 再進入非洲法核電廠 我覺得那個是噱頭 嘴巴講講而已 但現在光是整理這些 收拾戰後 收拾戰後來不及 唯一就是說他在這個 一帶一路過程中 掌握了一些 所謂可以利用的軍事的港口 跟軍事據點 這個對整個區域的安全 跟地緣政治影響到什麼程度 但我剛剛講的一個好現象 目前這個整個後面 是美國進去收拾戰後 中國大陸要發展一帶一路 可是最近有個非常怪的事情 歐盟的國家居然聯合起來 對中國顯得說 你在發展一帶一路的時候 你把旁邊的國家都弄窮了 而且你透過這個過程 侵吞蚕 把很多重要的港口 有很多重要的資源為中國所用 反正這是歐盟的27個駐華大使 聯合寫了一份報告 痛批說你的北京的一帶一路 你出錢出力幫人家做建設 其實是養套殺的陰謀 你把所有的好處通通拿到你中國口袋去了 這這麼嚴重嗎 參與這些一帶一路的國家都被你用窮了 變成是被中國徹底的掌握住了 這樣講太誇張了吧 這個他們都特別的用了一張照片 告訴你說這個故事真的是這個樣子 這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是什麼呢 這稱為叫做中國不是有珍珠鏈海洋珍珠鏈嗎 最大的那顆珍珠在斯里蘭卡的那個 這個漢班托塔這個港口 這是漢班托塔 對 然後他們特別去拍了 保健你看整個港口呢 蓋好之後到現在為止空蕩蕩的 全部只有一隻蜥蜴在馬上 這個是港口的大門出入口 這個出入口裡面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隻蜥蜴 就有一隻蜥蜴在這邊走來走去 保健你看這個是整個去看 漢班托塔 就一艘船停在那邊 而那艘船呢保健它是叢林旅遊團 不是貨船只是一個郵輪 然後呢他們再往外面去看 中國幫他們蓋了很多的公路 公路上呢那個彭博車記者等了一個多小時 沒有一輛車子從那邊經過 整個這個碼頭蓋了這麼大 結果是空的 這個港口呢現在已經是 中國把它徹底掌握 而且是99年了 為什麼變成中國的了 因為中國當時就去幫那個斯里蘭卡說 我幫你蓋港口我幫你蓋機場 然後一直出錢幫他蓋蓋蓋蓋蓋蓋 而且跟你講說這個港口很有前途 你看他就在印度洋的這個前面 所以他可以取代馬六甲海峽 將來所有的船邊都要到你這邊來 一年有六萬艘的貨輪 來到這邊你會賺翻了 而且當時呢整個斯里蘭卡政府還覺得說 可能嗎 中國呢還派了很多船 他們經過的時候呢 特別的會過來這邊停靠一下 真的在這邊卸貨 真的在這邊卸貨 所以整個斯里蘭卡說 對對對 所以趕快就幫我們繼續蓋 所以他蓋了兩個大碼頭 有沒有看到各個都蓋了起來 然後蓋完之後呢 結果呢後面呢是 現在一天只有一艘船 那些船呢 其他船呢 他們只是當時就是國家政策 所以過來走一下 那我何必要浪費我的航運錢 我何必要浪費我的油錢 其實都直接揚長而過 因為旁邊就是 船不來了 旁邊就是可倫坡 我在那邊早就有據點 我幹嘛要鬧到你這邊來 我幹嘛在漢班托塔港來停留 在那邊停留 所以保健帳 可是漢班托塔整個新田卡 一下子發現說 他們已經簽了中國80億美元了 那80億美元呢 你要還錢給中國啊 他們國家找不到錢 中國說沒有關係 這裡呢 抵11億美元 你的那個所有的營運權 交給我來處理 就變成中國的了 就變成中國的一個港口了 拿下來99年 所以中國是這樣子擁有 漢班托塔港的 對 他們拿下來 另外一個呢 還不只漢班托塔港 還有它的巴鐵巴基斯坦 也被它中國掐住脖子了 怎麼樣掐住脖子 中國特別跟巴基斯坦講說 我們可以做中巴鐵路 我可以幫你蓋很多空路 那很好啊 幫你蓋空路啊 然後中國還跟他們講說 你看這個鐵路公路通了以後呢 再往阿富汗 往伊朗 往土耳其過去 我們跟過去的思路呢 可以省一萬五千公里 所以你知道的時候 所有的歐亞一體 經濟裡面的貨運流通 是非常的龐大 這樣就可以霍上其流啦 霍上其流 而且還告訴巴基斯坦說 你一年 你光收這個過路費 你就可以收80億美元 所以巴基斯坦說 我們沒錢 中國說沒關係 我出人出錢出工程師 把你全部蓋完了 蓋完之後 而且蓋好之後呢 剛開始通車的時候 中國車隊 真的都往這邊走來走去 巴基斯坦真的覺得說 真的有車子 真的有交通了 真的有交通了 結果呢 完畢之後呢 後面呢 中國用這個經驗 就跑去跟阿富汗講 跑去跟伊朗講 甚至一直到最後 連土耳其的博斯普魯斯 那個海底隧道那個高鐵 都被中國拿下來了 而現在這邊呢 也是沒有車子了 車子呢 車子不需要走這邊了 所以這邊就空空蕩蕩的 而整個巴基斯坦欠了中國 570億美元 所以現在呢 整個巴基斯坦這些東西 又變成是中國牢牢掌握 因為我是你的最大的債主 又把巴基斯坦給掌握住了 他又抓了一塊走了 又抓了一塊 然後再往北呢 最近呢 吉爾吉斯在中國的整個 魚星歐鐵路的起點那附近嘛 煙霧民脈 烏雲碧天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一家工廠 被居民把你看 燒了 在那邊抗議 然後幾千個人 就圍著一個 中國的煉金空的工廠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中國你來到這邊呢 你也太狠了 怎麼樣 中國也是從這邊來講 一帶一路 我幫你建工廠 我幫你開礦 柯寶傑他們發現說 你中國跟政府 簽了合約 從來不公布 所以知道政府給了你什麼東西 他們從來不知道 而且中國呢 不斷地把人就送過去了 而且非常的狠 當時把你養過來之後呢 就這家金礦呢 那個吉爾吉斯就說 那我就交給你中國經營啦 是 那中國一拿到之後 第一件事是什麼 你吉爾吉斯的人呢 不好 立刻裁員 三百人 就把整個三百人就裁掉了 所以我發現 我國家的金礦 我不能掌握了 我過去一輩子的工作 馬上被你中國人給取代了 所以你說我說 我這邊我要幫你開礦 我幫你訓練開礦的人員 還有這個東西 礦場真的成立了 資金真的進來了 結果沒有想到 巴基斯坦 也就吉爾吉斯沒有錢 最後又變中國的了 又變成中國了 而且中國的人呢 一進去之後 立刻中國到現在為止 進到吉爾吉斯 據統計 至少超過五萬工人 是中國人直接就過去了 而吉爾吉斯的人發現說 我們呢 都失業了 工作沒了 工作都沒有了 所以呢 他們就跑到這家金礦工廠 開始去抗議 抗議之後呢 就燒火 然後呢 警察呢 就直接圍打 到現在為止 暴亂都還沒有停止下來 有一個國家我覺得 台灣值得切記 斯里蘭卡 原來斯里蘭卡 是一個島國 斯里蘭卡跟台灣人口差不多 可是沒有想到現在慘到爆了 真的是慘到爆 他們現在整個國家 再經過兩天 可能整個國家 會陷入黑暗當中 為什麼說呢 因為他們現在27日報道 整個斯里蘭卡 剩下的汽油 只剩下1100公噸 要耗盡的汽油 就是3000公噸 換句話說 他們現有的汽油存量 是不足以一天所使用的 那現在整個政府開始宣布 包括學校 還有他們一些不是政府機關 不是緊急機關的 全部在兩週都是居家 在家裡上班上課 完全關閉 換句話說 他們希望你不要去學校 不要去外面上班 這樣子整個所耗用的汽油跟柴油 才會越來越少 然後他們甚至還頒布什麼 公務人員 如果你是公務人員 你可以請假五年出國去工作 他等於是要你去外面賺錢 不要讓你在這個國家裡面 繼續上班 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快要經濟崩潰 沒有地方需要你上班 你現在看到這些畫面 加油 全部都加油 而且政府還跳出來說 你們不用出來排隊了 因為我們現在剩下的油 只能要讓一些醫院 一些非常必要的場所所使用 完全不開放給民間使用 而且更誇張的一件事情是 整個斯里蘭卡 因為已經完全沒有錢的情況之下 他們竟然還說 現在本來一個基本最少使用度 那個電的那一種呢 本來一個月只要付 大概台幣二十元 現在竟然要漲成八倍 付相當於新台幣大概一百九十元 你就已經沒有電了 人家就已經窮困了 你還要這樣 所以現在斯里蘭卡人 很多是在點蠟燭在過日子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他現在沒有油沒有電 他現在所有的能源 他現在三窮水晶 三窮水晶 你知道他們有的人家庭在講說 我現在沒有電 為了要減少電的跟器材有使用量 我是要必須要靠燒材來做飯 那因為燒材來做飯 我家的屋頂 我家的牆壁全部都被弄黑了 然後你現在看到他們去買菜的畫面 他們有些人都開始說 東西已經貴到平均 政府宣布的他們物價通膨是45% 但是法新社說真正的通膨 應該來到了一百五十趴 然後他們很多人說 我們以前一個禮拜 至少可以吃兩次雞肉 我們現在變成是絕大多數都只吃馬鈴薯 偶爾可以吃一次魚 雞肉是已經完全吃不到了 然後因為他們很多人就心想說 國家可能要崩潰一個情況之下 他可能就要開始買一些黃金 沒想到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竟然把當地的黃金一下子炒高了好多倍 所以他們現在整個斯里蘭卡 大家都說本來以為只是貧窮的人在過苦日子 現在很可怕的一個情況是 連中產階級都開始過了一些苦日子 然後有一些有的家庭就說 中國不是在那邊有很多投資嗎 他不是一帶一路嗎 他不是珍珠鏈上面很重要的一個嗎 他們現在的情況是 本來中國他們想說 我如果借你錢 你如果還不出錢來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就要割地賠讓給我 或者是你就要讓允許我在你的一個港口裡面 進行一個99年讓我在那邊類似 漢班託他可能要給他了 對 但是現在情況是 因為現在類似斯里蘭卡的國家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國際媒體已經開始報導 中國已經掉入自己的一帶一路的陷阱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本來是他的你的債 你是他們的大債主 就發現倒債的人太多了 所以變成你自己的國家也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就說現在中國大概有67%的貸款 都用在這些窮困國家的一些基礎建設 經濟低迷的狀況 但是如果這些國家 真的都還不出錢來的話 他就變成倒債 倒債的情況之下 就一個一個會倒到你中國 所以因此他們就說現在中國自己本身 經濟上可能也會陷入一個相關的問題 然後你知道斯里蘭卡這個國家 已經開始無報到什麼情況 他們竟然找他們的賭場大亨 去哪要當國會閣月 因為什麼這個賭場大亨最好笑的是 現在的現任斯里蘭卡的總理 在四五年前 還痛斥這個賭場大亨說 全斯里蘭卡的四大惡人 四大貪腐 他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他還協助之前的前總理的家族 開始進行很多貪污 結果沒有想到 他現在竟然提名他 變成是國會議員 然後進入到內閣裡面工作 那為什麼 主要原因是說 因為他可以提出一些經濟方案 這些經濟方案可以讓我們在銀行 飯店製造物流出口這邊 讓他都有可以用他的事業 來協助國家的發展 好 董事長 這一次的G7就很清楚 我也搞一個基金 我也想搞一個一帶一路 跟他們講 中國的一帶一路 真的陷入這種財務困境嗎 中國的一帶一路 這一次他整個分兩條路 一個是海上失路 一個是陸上失路 陸上失路就是所謂的 經過一些東亞 中亞的一些國家 那些國家目前看起來 情況似乎還好 但有很多也開始瀕臨破產 因為他在 在這個內陸的這些國家裡面 他可以交換到一些礦場 一些稀有金屬 他這個東西還是有 但這個時候 他侵犯到了俄羅斯的利益 所以那個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而且那沿路跟很多寡頭 因為他是運輸的過程當中 跟很多軍閥發生衝突 所以也有導致這樣的情況 而更重要就是說 他這兩個 一帶一路的過程當中 他第一步的錯在哪裡 他第一步就是 他不在乎這個國家的制度 所以他就說基建建設 就直接投入下去 投入下去的時候 我的理解上來講的話 應該中國的公務員 跟這些所謂的建設公司本身 他們都有貪污 所以在兩邊一起 貪的情況之下 你看斯基斯坦卡 這個國家 他怎麼可能能夠 負債五百億美元 這是大部分利息 中間是貪污 因為你知道你這個 被貪掉了 對 因為從世界銀行的概念 裡面來講的話 他要介入一個 或是亞銀這些所謂的國家 所以開發銀行介入的情況下 他第一個要件 就是要對你資金的流向 他要有有效的掌握 而不是讓你的國家 錢給你去搞 對 那中國這個更好更妙了 他的亞洲 他開發銀行給你幹的時候是 他中國人從 自己來 然後一起來 一起來 然後我的工人進來做 他要消化他很多 他自己國家的一些多餘的產能 所以他這麼說來講的話 這些這種案例會越來越多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很多人都認為說 是中國很厲害 故意創造的這個 什麼所謂的債務陷阱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個事情完全是一個 自己的制度不良 而造成的結果 因為這個債務陷阱裡面 現在所虧損的數百億美金 這些錢都是中國的國家資本 而且包括中國所謂的國開行 他們投入的錢也上千億美金 也可能說全部要虧損 所以中國也很慘嗎 中國當然慘 所以一帶一路到目前來講的話 應該是誰說宣布失敗了 但是失敗同時 所以美國人很厲害 美國找民間的資金 在這一次的G7裡面就講了 六千億美金 他看起來 其實有一點要幫 看起來是要來 用六千億美金的資金 來收拾這一帶一路的善後 然後把這些外交關係 重新做一番整理 對 他很厲害 然後甚至於 我不知道他前面的債務是不是 要賴仗要打折什麼都搞不曉得 對 但是美國要介入了 就美國現在開始 要直接用 直接由歐洲的G7 就直接大國直接介入 他也沒有透過 沒有要透過所謂的 或是華爾街 都沒有 就直接也要投入這個 第一階段要兩千億美金投入 所以這個來講 這個方法是對的 不能說方法不對 可是你的中國人 在處理這種事情的時候 有很多偷雞摸口的現象 因為你本身經手錢財的時候 就有很多外交人員 或是有特殊關係 或是當地國本身的一些的問題 像我們台灣有很多 原外的錢不見了 就是這個道理 那美國其實也在開始要準備 可能是收拾善後 或是去收買地盤 也在跟進 繼續在做這些事情 能源對這個國家影響有多大 你就看到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他缺石油 他缺所有的能源 現在更可怕 他只剩下一天 現在所有的老百姓 你已經沒有油可以加了 而且 現在你看到了很多的店鋪 很多的店鋪晚上只能關燈 因為沒有電了 對 我們先講到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其實呢 他在印度洋中間 他被稱為印度洋裡面的一顆眼淚 那現在呢 因為他的國家已經宣布破產了 所以呢 他真的是眼淚要滴下來 這麼慘 對 你知道嗎 這些人在等什麼 在等瓦斯 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太多的能源了 所以呢 他們只能去拿桶裝瓦斯 大家一大早就在那邊排隊拿瓦斯 說我連石油沒有瓦斯也沒有了 對 那你拿到瓦斯會比較好嗎 其實也不一定喔 因為他們排隊拿到瓦斯之後 是不是拿回去煮 沒有想到 因為他現在就是能源不夠 所以呢 供應商他開始調裡面的比例 把這個冰碗給調大一點 比例再多一點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你煮飯 煮飯煮到一半 爆炸了 真的假的 你知道嗎 從今年的1月1號到目前為止 史里蘭卡竟然有一千起 一千起的廚房爆炸案 都是因為他們的人員不夠 不夠之後呢 把這個冰碗挑戰 安全很重要耶 對 但是呢 當你量不夠的時候呢 就估不了安全了 所以呢 這個一千起裡面呢 竟然死了幾個人 七個人 七個人死掉之後呢 現在大家想說 你像我們家以前賣麵過 對 賣麵那個家屬沒夠的時候 我還把那個桶子 打平 對 那如果你在史里蘭卡竟就爆了 對 那就爆了 因為裡面都不夠穩定 好 那現在呢 就算你有錢你也買不到 那現在怎麼辦呢 你要煮飯嘛 他們現在回到了遠古時候了 他們去徹茶 去砍 去山上砍茶 然後呢 用煮大鍋飯的方式 但是 現在連木材 木材的價格都高了 對 以前沒有人要用木材來煮嘛 那現在 木材開始大家變得搶手之後呢 價格也變得高了 那你現在斯里蘭卡 你現在你要去買東西怎麼辦 你去超市 開一個小茶 對 他現在就是最 最實在的方法 就是小茶 好 你到超市裡面 有一些地方 他可能是有錢人 他開了這個超市 開了超市之後呢 沒有電力 沒電 沒電怎麼辦 我用這個柴油 我自己備有柴油 因為他可能 比較有錢 備有柴油之後呢 大家來做生意嘛 超市逛一逛 也是沒電的 為什麼 柴油燒完了 所以他現在整個國家 就變得非常的淒慘 所以呢 你看這個畫面 今天晚上到了商店街 或者到了這個店鋪裡面 裡面沒有電 對 你可能沒有電 也沒有東西可以買 那這個畫面 我覺得看了真的是蠻可憐 他是一個摩托車 但是他怎麼移動的呢 他必須要像以前人一樣 撐高 因為他沒有油了嘛 沒有汽油 沒有汽油 所以你移動的方式呢 你是要拿一個竹子 這樣桶子 這樣桶 這樣桶 一個人用腳 一個人用竹竿 然後像滑船一樣滑 對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為什麼要拍一下 這個加油站 因為加油站 真的沒有油了 這是什麼畫面 這個旁邊呢 是加油站 在過去幾個月以來的話 他2019年 他外匯存體還有75億 但是到2022年1月 剩下15億 然後呢 他原本想要跟INF去借錢 那你要省一點用 你15億給我省一點用 結果他是大手大腳 一個月把這15億給花完了 花完之後呢 你沒有錢 沒有錢你就沒有辦法去買汽油 那這些人怎麼辦呢 你沒錢買油了 你沒錢買油 然後呢 他們知道說 下午1點1300的時候 可以配給一個人 可以買5公升6公升 所以呢 他們要提早12個小時 凌晨就去等 每個加油站 外面至少都排了5公里 然後呢 等到最後 這些都是要買油的人 對 這些要買油的人 但是現在為什麼會有人 賀牆實彈呢 真的已經只剩下一天了 只剩下一天的用油量 所以他不賣了 不賣的情況之下 大家受得了嗎 就開始暴動 然後呢 現在最慘的情況之後 之下就是說呢 大家開始仇富 為什麼我們連油都沒有 我們連煮飯都沒有的時候 但是一些有錢人家 或是政府官員 你們可以買得到汽油 你們可以煮飯 路上開始追打 他們現在已經失去理智了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相對剝奪感 我不管 你現在有錢人 你就要把油給吐出來 把瓦斯給吐出來 所以呢到目前為止 已經死200人了 死200人 他們只要路上看到有錢的人 他不管你是這家的主人還是優人 我就是打 到目前為止 死200人